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娜塔莎 红豆泥的朋友们 又问了红豆泥什么的问题呢 孩子不愿意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 是孤僻吗 最近呢 我在带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那里面呢 就讲到投射 我们非常喜欢哦 用投射的角度 来定义孩子任何行为 有的冷是妈妈觉得你冷 有的饿是姥姥觉得你饿 我们常常会说 哦 你再这样继续吃 你会胖死 为什么他吃就会胖 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 这些投射型的定义 是父母真的要修炼改变的 你能不能接受 你的孩子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 他没有要跟朋友玩 就叫做孤僻 有些人呢 他自己玩得很好 我们呢 透过这个题目呢 来看看 你的小孩 他的人际行为啦 是一个什么状况 站在一个中立辅导的立场 远远的看着我们的小孩 慢慢成长 芷盈你选几呢 我选四 选四的朋友 选四这张幸福卡叫做火星 有一种孩子很特别 他们只要一个动作 还是他们只要玩一个东西 还是他们干什么 他们一定就会 冲撞到旁边的小孩 或是他们的表现 就常常会跟身边的孩子起冲突 反而是别的孩子家长喔 说不要跟那个孩子玩 你现在要处理的是 别人不想跟你的小孩玩喔 而不是你的小孩什么 愿不愿意跟别的小孩玩 有时候真的是过渡时期 真的都不是孩子的个性不好 那时候他们还小 那我们就要用和谐柔和的方式 带领呢 这个孩子度过这个过渡时期 过渡了之后喔 反而你会发现 这样的孩子在某些方面 其实特别有天分 而不是焦灼在 要不要跟别的孩子玩不玩这种事情 他有特殊的天分喔 你可以好好的挖掘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一的同学 选一这张幸福卡叫做慈悲 你的小孩只喜欢跟他相近的 跟他玩在一起的人玩 他不喜欢跟他不一样的 这种同属性的孩子在一起 不同属性的孩子不在一起 很正常 让这一切很自然而然的去发展 我发现有很多大人很喜欢讲道理 这未必见得对孩子的教育是一件好的事情 用观察辅导的方式 他什么时候能够理解了说 这世界上有很多跟我不一样的人 不见得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这些可能要经过时间的成长 孩子才能够懂得 接下来我们来解答选二的同学 选二这张幸福卡叫做惊心 你的孩子自己玩的就很快乐 他一个人可以堆积木 他一个人可以玩洋娃娃 他一个人可以做什么 他自己就自得其乐了 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今天想跟朋友玩 他就跟朋友玩 自己玩就跟自己玩 你不用管他 你的孩子很享受他的童年生活 不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啦 你都在思考什么人际关系 请所有的父母 你们去看看自己的人际关系好不好 你们自己有问题 不见得是孩子有问题 孩子不见得在那么小的时候 就要压迫他们去熟悉什么人际关系 让他们自然而然的去成长 这是更重要的 最后我们来解答选三的同学 选三这张幸福卡叫做第三眼 有没有某一类小孩很有趣哦 他们比较成熟 他们喜欢跟比较大的孩子们玩 他们不喜欢跟自己同年龄的孩子玩 这是跟每一个人的成长成熟度有关 那你也不用去刻意的压迫 每一个人都会找到跟自己相合的人 然后去度过他们的童年啊年少时代 其实我们身为父母的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 你现在不要太关注你的小孩的人际关系 请你们都回来关注自己的人际关系 你会觉得 那个朋友就约我了 我真不想去 然后不想去你还不能拒绝 还是你想跟这些人交朋友 却跟他们热络不起来 那这些就是你自身的问题啊 不要把你人生的投射跟焦点哦 放在孩子身上 孩子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成长的一个状态 你把孩子的生活生命交给他们 他们会生得很好 长得很好 你要关注的 居然是你自己的人际关系 红豆泥收幸福卡 让我们每天透过六分钟的时间 来看看身心灵交给我们怎么样幸福的指引 明天我们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